说你往前一走 后边一推 丢了 一蹬就丢了 说往前去也是正的 我往后去还是正的 我这还是正的 来小张你过来 我做一起事 站拳头 推我站 推我 好啊 如果我有毛腰动作 天生 你推 站不住 那么我中正了 对吧 我这一松 到顶了 我开脚了 推你的 他跟我没有影响 没影响 再攻步使劲推 攻步 往后一点 往后都有劲 对我们 推着动吗 推着以后不要动啊 从小里的到大里 不要一下 推 推 对我没有碰到我 好 来你试试 我现在站的不正 来推上啊 别使大劲啊 轻轻力 我现在站的不正 一推 我都站不住了 我现在站正了 推 用力推 使劲推 不起作用 为什么 我中正了 我里边 安梳了 外表中正了 推不动 毛也要去 攻度使劲推 好 他劲儿大 没用 对我 没有效果 我还可以动 我还可以动 好 就这样了 所以啊 要松开 要中正 必须 心 神 意气 安静 松开 外表 是松开 从生法上 一定要把 吉良谷 竖起来 在老前辈们说呢 吉良谷 竖起来 才会 风虚实 变营阳 如果吉良谷 不竖起来的话 那就一辈子 也 风不清 虚实 无论是 精气神的 应运上 还是在 形体上 他很要求 是什么呢 要求是 周生一家 脚手随 就是说 一动 无有不动 一静 无有不动 说简单了 说白了 就是 我从那个 汪文全大师那儿 得到一点东西 什么呢 一致 这一致 包括 你身上的 所有的动作 应该是一 好像 假如这瓶子 是个 是圆的 咱不说这场 圆的 他的动作 都是一致的 他不可能这样 倒了 生家了 是不是 他一致 你看那 汽车 他四个公路在转 一块转 又可能 香港公路转 一个不转 王中印有一句 全论 这么说的 太极者 无敌人生 一年之母 动静之机 我做一个 单边你们看啊 如果从这到这 九十动 从这到这 一百八十度 我不是提到一个中中线吗 如果你从这开始 你看 大家能看出来了吗 手不动 是不是 太阳的部 应该有手 有人练太阳 就在这儿 晃了手 太阳无手 我为什么说 这中中线呢 鼻子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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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站这儿 跟着鼻子 这鼻子 这鼻子在这儿动不了 怎么办呢 十手 左右鼻子出来了 这十手 那么你的 你的 太阳这一记 妄斗 我怎么在哪儿 鼻子 就到哪儿 手到哪儿 像这么练拳 这么练拳 很不应该 它应该是一种道 怎么能比赛呢 是自己在训练 训练什么 训练你的身心 悟道 那么有没有目的 按说应该没目的 但我已经说出来了 我们要训什么 松空虚无 松是松什么 松柔 柔可能松金吧 鸡也都都有了 松柔 心静 静什么 心要静 还是心静 两个字都静 干净的静 这干净的东西也有关 有啊 就是你们看不见的地方 里边啊 心神意气 要静 看不见的地方 都要干净干净净的 看见脸 看见这个身子 身躯 要干干净净 怎么干净呢 阴就阴阳就阳 无极就无极 不要搞不清 里边 里边昏远昏远的东西 不是 要很干净 所以我们提出来啊 它的最高境界上一个层面是什么呢 静 极静 这个静 那个安静的静 还有这个 静 极静 我教权就提出来 你的部大小 不要求 你输入就得 咱们练的内功 听到大道 有人说大道太极 你说大道 你说天大道都行 问题是你怎么练这大道 我要简单介绍什么叫大道啊 我介绍我这个大道太极 第一 要练好基本功 这基本功啊 从脚开始往上练 这从脚往上练呢 我有根据 王军叫什么 齐根在脚 吴玉湘齐根在脚 由脚而腿而腰 总需完整一切 是不是 您能不能从脚上练呢 您能不能从头往下练 还有一个更 大家 绕了好几年的弯路 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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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不出去 现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顶 你看看书上 顶头拳 竖腰立顶 反正顶说的挺多 有的老师把他顶又说成不得了 你们面前呢 你脚就松 就到顶 干嘛要束腰立顶呢 所以后来我提出减法 练成减法 减法练圈 那你提减法 我觉得减法最高领 减法最方便 减法最自然 变态以前 要从脚 往上松 松到 手梢 原来我这个也走着很多弯路 手梢要立顶 越瘦越瘦越瘦不起来 这顶啊 就不存在太阳前为了练顶 人类自然有顶 你的脚平身落地 起码你的脚要放在地下 不要踩在地下 你用 说我用武术的这个方法练全球 老家不行 此路不通 因为我从小看过说 哎 这正好 我一练太极拳了 我也用这个方法 不行 你练几十年也练不出来 要用人类的活动去练太极拳 不行 人类的活动啊 只有走路是太极拳 走路 但是又跟太极拳不一样 太极拳没前没后 没左没脑 我评会的啊 你不一定要往前去的意识 走路呢 天意识就往前 跑跳上楼 他有天意识 他就 这个这么做了 所以你用人类的走路方法 可以是太极拳 太极拳减法呀 我给大家做一下啊 你先剪 如果你要卖左腿 把左腿这个重量剪掉 夹在右腿上 你才能卖步 卖步以后 剪这个 夹这个 看脚卖上去了 这很自然的事 走路 那人呢 他不研究走路 走路谁不会研究那个吗 哎 这是太极拳 你要剪完了 夹 现在我要不说这夹的 你就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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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剪你没算卖步 所以你要练太极拳 请你 研究你走路 练走路 你的太极拳的内功就来了 原来不有一句话吗 叫什么 行取如九取株 我就琢磨了 我跟好多朋友琢磨了 这九取株是什么呀 到现在 弄不清人太多了 我把它简单了 破译了 就九大关键你要放松 腰是最大的珠子 这四个珠子 脚 从胯上四个珠子 那么运程 您有体能吧 足球运动员三千米跑 散打运动员三千折返跑 那咱们太人的 都有要求吧 你就说 你运程太监 您大师要要求您 您的体能是什么呢 那么 我说一个叫关键要松 要节节贯穿 虚名在中 我现在往下说那四个字 虚 松岚说空 空什么呀 顺美国大家都看过 顺美国的第二句 就是全体透空 深深空 练空了 我们练空了 我有一个说法 就是 肩脸下 胯上 胸子要空 胸子要空的 这是一个 那么 点点 咱们胳膊呀 你要是不练太前 你胳膊肉都骨头的 你练面前 也是热骨头的 你是无数点上亿点组成的 你的胳膊 上亿点组成 你要松的时候 松到什么程度 松到 肌肉 肌群之间 肌肉与骨头之间都要松菜 虚是什么 虚是虚瘤 那文字箱子有一句话 虚瘤在中 对对对 提到虚瘤 虚瘤什么东西 简单说就是 沾连连随 努连连虚瘤 中国传统太极权论 是太极权礼法的精辟 体现于浓缩 他们从各个方面 各个角度 各个层次 阐释了太极权礼法的内涵 这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则是 王宗越的太极权论 这是一篇太极权练习的必读文章 王宗越太极权论 他的基本理论框架 就是周登玉的太极图说 他就是用太极这个基本理念 去描述太极权整个的操作方式 整个理学框架是中国武术理论的基本框架 当然中国武术我不认为是太封闭 因为后来到了文革年间 到了新文化运动里面 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文化 哲学 文理学 教育学 心理学 生理学 解剖学 物理学 力学等等 他不断在吸收有益的营养 权艳说 练拳先明理 理法是太极权练习所遵循的基本原理和法则 透彻理解太极权理法是练好太极权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步骤 第二个太极权第一点要求是静 所以这静它是其到三个顿 一个是这个就是思想静 再一个比较是趋近 刮到忘我 把自己都忘掉 所以在这种静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心静 真正的心静 这种心静了以后 你这个神静这种系统才可以达到这种调节 再一个静 就是知情要静 就是全身一动无有不动 一静无有不静 就是全身的心静关系 它要静同时静 要动都要静都要动 然后文明先生说 动动于静 静动于动 就是静它是包含着动 动它又是包含着静 所以说它是静 不是思绪一谈 而是在关闭着动 开课我们自然开课提上什么 提上苏 空 虚 无 苏是什么苏是无 不但松筋骨 还要松肉 入宋 就是松柔 空 在唐朝礼道词 有一个寿命歌 他提出了 全体脱空 诗语歌就空了 虚是什么 是虚灵 是清灵 虚 也会虚是没有 宁台跟蒋金洋 那麽 因是尽 这些虚 无 我跟蒋金洋 也不是 不是 喊 那麽不是 无形无形 我们开课验证是什么呢 最高境界是静 心神意气的静 急静 你刚认下来 你身体全生开了 那有时候我念张力下为什么 变如放松 我全语有一句呢 是由招熟 建入董静 由董静 接近神明 在那分三个层次 招熟是一个最低层次 假设说 在那位兄弟呢 叫董静 这就是中等 就是中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 到神明 就是上层次 就是最高的境界了 那麽 如果说您的 咱们拍拳呢 成绩也很清楚